來 詩詩這邊就是我要帶你進入的好運房 進來看一下 也太漂亮了吧 這個景 對 很驚人耶 你有沒有看到這邊的view 有 好漂亮喔 我的天啊 對 然後這裡外面還有一個很漂亮的陽台 對 我們這邊是原本是叫湖冰套房 但是後面就是有基於明星藝人去年來住了之後 他們就想要還第三胎終於懷到了 所以呢 除了很lucky之外呢 又有帶來這個 懷孕的這個好事這樣子 真有兩種好運 兩種好運 房間內大片的落地窗 將湖面依染無異的景色帶進房間 說真的 光是看著這片湖景 就已經讓人放慢步調 整個身心都放鬆了 累積的負能量也彷彿被進空一樣喔 謝謝大家 照片 我剛剛已經做完SPA了 我現在真的覺得我整個人好輕盈喔 因為我剛剛選的那個精油 它不是就是可以消水腫嗎 所以我覺得我身體那個水腫 其實都有被消掉 有沒有感覺輕薄一點呢 而且剛剛那個方療師 它在按的過程當中 它是有用力的耶 你不要看它這樣子 揉揉揉揉的喔 沒有 手勁還是有點強的 它完全可以把就是比如說 肩膀啊肩頸這邊覺得很痠痛的地方 完全幫你疏通 而且更重要的是 我剛剛現在做SPA的過程當中 睡著了 就知道這個SPA有多舒服了吧 今天也太幸福了吧 好享受喔 在身心都被療癒之後 肚子也是有點餓了啦 好 接下來呢 就要療癒一下我的腸胃囉 看一下啊 這麼這麼多滿足的美食 是的 這間飯店呢它提供的是一箔四十 也就是說當你踏進這間飯店 到你離開之前 我跟你講 肚子都會是包包固固的喔 那這家餐廳呢 比較特別的是 晚餐他們使用的都是非常天然 而且健康的食材 那第一道的部分的話 我們是用北海岸的醃漬蝦 然後一些台灣的海鮮 然後自己做的米片 它其實會有一點酸甜 然後脆口的感覺 會很開胃 很適合夏天這樣子 像這一道的話 是我們主推的熊龍魚牌 我們用的是紅椒醬的做法 然後搭配在地的熊龍魚 跟原住民這邊常使用到的檳榔花 那我們用不一樣的調理方式 讓我們的食物餐盤很在地 但是也可以很國際這樣子 它是我們是用蝦醬 來做的一個義大利麵的感覺 那使用的麵體是珍珠麵 薩丁尼珍珠麵 上面使用的是在地的西蝦 然後去做一個搭配 所以你在吃醬的同時 又可以吃到蝦子西蝦的一種 特別甲殼的香氣 這個我們是用煙燻的 那其實當初會這樣設計 其實是因為烏來這邊有很多的樹 樹林 然後棺木林 然後湖泊 那我們就想要用天然的方式 然後去營造這個自然的氛圍 所以有一點用在地的一些蔬菜 來做搭乘這樣子 這畫面好好看 我想拍張照 我們先拍吧 可以可以可以